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斯哥 有问题就找耶斯哥 今天呢 我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如何订国际机票的问题 尤其是网反票需要怎么注意 因为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聊呢 就是之前有一位朋友 我记得有一位朋友 在留言中说了这个事 我当时也答应他了 我说我有空的时候 我给他讲一下 这个拖的时间比较久了 这个今天想起来了 这个事儿 这是一个补一个作业 就是可能应该有一批朋友 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就是如何订国际机票 那我们就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就是得说一下 现在的航班是比之前还是要松一些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初期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曾经的这个从美国回中国的航班 一张票几十万对吧 几十万 当然这个有钱人 他还是可以做得起的 就对普通人来说 这个实在是太天价了对吧 所以很多实际上 很多的留学生都滞留了 当然除了留学生之外 很多其他人也滞留了 当然之前的那个 中共的这个入境的一些政策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吧 我们之前说中共 他这个政策的还好一点点 现在的这个越来越不人心化了 之前说这个要什么 在48小时 这个说什么双音测试 对吧 然后后来现在又改了 是改了要你申请这个国际健康嘛 对不对 所以这限制真的是越来越多啊 这个当然他其实他出台这些政策的目的 我们前面也分析过了啊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再出去啊 就是先把你吓住啊 你想想出去的话 你想着哎呀这个回不来了 出去就回不来了 那很多很多真的是要旅游的啊 或者什么刷护照的 这个真的是就没得选啊 就是不能出去了 对吧 当然如果说一去不复反的 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确实也有一批人真的是想回去啊 这个这个的限制就是很多 对吧 那就是怎么样去买这个满意的国际机票 尤其是对一些这个准备出来的朋友 他怎么去买机票啊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因为现在除了这个啊 买机票本身的这个这个因素需要注意以外呢 其实还需要注意一些因素 就是啊 似乎有一些这个国家对大陆的旅客出来的啊 是真的是限制很多 目前来说我听说就是比较成功的几个国家呀 就比如说那个 那个柬埔寨啊 之前说的柬埔寨还算可以啊 然后还有什么塞尔维亚啊 嗯 然后呢 曾经也有一朋友啊 就是就是但是从什么路线啊 从从什么路线转机到美国 那就是呃 各位朋友自己去选择了 对吧 呃 有的从什么迪拜 然后再转转机转到这个美国啊 也有的呃 从这个柬埔寨呃隔离了之后呢 再呃 直接去什么韩国日本 然后再转美国什么之类的啊 总而言之的呃方式还是有很多的啊 这个大家怎么去选满意的国际机票啊 这是一个问题 呃 那怎么去选呢 呃 反正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啊 这个是有几个我国际网站啊 就是如果说大家呃 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直接去呃 你看中的这个航班啊 比如说呃 美国的这有几个航班吧 比如说美联航 对吧 还有什么呃 那个什么西南航空啊 好几个公司 对吧啊 我记得我我们呃 刚来的时候啊 就是就在美国境内做的那一段就是西南航空的啊 这个票也很便宜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有很多 反正那个国际票呢 呃 买机票的是很多的 就是这个呃 美联航肯定是其中一个啊 一个选择啊 我记得以前我们买票的时候确实也查了这个美联航的问题啊 就是你直接去他官网去查啊 然后呢 去买票是可以的 当然也有一些专门的这个啊 二手网站啊 当然中国的这个其实他也有比如什么协程网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但是可能很多人现在呢 被这个国内的这个呃 在线买机票给坑了啊 坑坑惨了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 我是不是能够找一个 既然是买国际机票 我是不是能够找一个英文网站啊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啊 就比如说 呃这个网站还算不错 这个叫什么 呃 Xpedia啊 这个这个公司 而且还是一个上市公司 所以呢 大家可以 呃 我通过这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自己去查需要的机票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应该他会 给你提示啊 哪些票便宜什么之类的啊 那么除了这个公司以外呢 还有一个网站 也值得大家关注 啊 就是这个 呃 Priceling Priceling Priceling呢 我我 呃 我没有用过这个 但是这个应该也算是比较便宜 他可以找到很多便宜的机票啊 这个 而且呢 他关联的这个 就是相当于说 他把所有的这个 比较便宜机票的这个公司呢 他都给 给你罗列在一起了啊 这个功能很不错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当然这个 我不知道他 他有没有支持中文版的 也许可以吧 反正大家自己看一看啊 如果有支持中文版的 就是英文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可以用一下啊 否则的话 那你还需要有一点点 你基本的英文基础啊 才才比较好 对吧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像这个在大家在找这个机票的过程当中也是算是学英语 对吧 这个时时刻刻不忘记学英语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对吧 当然呃最直接的啊 如果你啥都不会用啊 你就直接用Google Google他有一个flight啊 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啊几年前啊 就是我搜那个啊 美国这一段航班的时候 我当时好像是我不记得我是用的是哪一个啊 但是但是呃怎么说呢 我不是啊不是 应该不是我们从从国内飞过来的时候啊 是在是在这个美国境内飞的时候 我当时呃直接就是用Google一搜哎他当时就推荐的这个好像是啊好像是这个的对 就是这个flightgoogle flight啊 他也可以直接搜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呃便宜票啊 而且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大家对其他的网站都不太熟的话 你直接用Google也可以 我不知道他这个知不是是中文吧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 因为能够呃翻墙出来看YouTube的我相信呃用Google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就不要用百度了 对不对啊Google他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 这个对国际机票啊什么的还还算不错啊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呃 这是关于这个买机票啊 如果说这几个网站大家都学会用了 我相信不仅仅是大家英文基础好了啊 而且你可以了解到呃各个这个航空公司啊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如果说大家要呃买入境美国的票的话啊 实际上要注意一个往返票啊 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呃旅游过来的 对不对你旅游呃你就是旅游签进来的 对不对你旅游签进来的话 这个为了避免这个美国海关的这个呃呃太多的这个查询呢 呃一般来说我都是提醒大家真的是要买往返票啊 因为因为你是旅游嘛对吧你有一个旅游日程对不对 然后呢你需要自己这个制定好一个往返的时间对吧 呃然后呢对应的一个往返票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整个旅游 这个入境的政策呢就就就相当于比较符合了是吧 这是要注意的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那如果说我 我到时候这个计划发生一些变化对不对 那我这个往返票我就是这个返回票是不是就作废了或者什么之类的啊 那实际上也不是的啊就是反正至少美国这边的航空公司啊就是你如果说要退票啊 因为这个原因或者是要退票或者是退改签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他应该退票的话应该是我觉得至少比国内的一些航航 航空公司的这个啊退票的政策至少是人性化很多啊 所以大家如果呃不太放心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你买票的时候呢对应的这个航空公司去询问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发邮件呢或者什么方式都可以啊 在正常情况下呢他这个退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国内的呃国际航班他的这个退退票我就不太清楚了啊 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比我更清楚啊这个这个因为大家在国内的话应该更容易查到 国内的航空公司比如说什么啊叫什么海南航空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啊 反正好几个也有好几个公司飞国际航班的啊总而言之呢 呃就中国的这个航空公司的话大家自己应该查起来比比我更熟吧 总而言之呢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选的话啊首选还是选这个比如说美国的航空公司啊 他不仅机票便宜而且呢这个呃退机票也比较的这个人性化啊 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好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